現代人打雷射已經是一種基本保養工作了吧 不過在打完雷射之後 你有好好照顧你的皮膚嗎? 如果你打完雷射之後 沒有用心的照顧它 那可能比沒打雷射還糟糕呢 Hello Guys 歡迎來到NECO 我們要的開箱百家時間 嘿嘿 沒錯 聽到前面的開場就知道 NECO今天又要來推薦保養品囉 而且今天這個保養品呢 又是我最近的愛牌 派翠 他們家出的 極潤抗老超級安平 第二代的抗老安平 除了維持前一代優秀的 保濕微脂囊複合神經吸安添加外 更添加了新的SOMETI能量更新因子 能活化肌膚維持穩定活性機能 在肌膚衰老之前做生存調理 使肌膚獲得生氣 重新回到健康肌 不要聽到安平兩個字 就覺得好像會很黏膩 好像會高度營養高度粘稠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跟你們說我本來就是打雷射常客 所以用安平保養一直都是 我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只要是我的皮膚過度乾燥到一定的程度 我就會去找安平來用 除此之外我也用過抗痘的安平 不過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安平是什麼東西呢 安平其實就是強效高濃度的精華液 我覺得好像很少人在保養裡面 特意提到安平保養這個東西 因為安平其實不是每一個人 必須要增加的保養品步驟 它是你的皮膚在高度乾燥 而且非常受到傷害的狀態下 一個急救的產品 或者有一些人在拍婚紗的時候 會需要比較濃厚的妝感的時候 或者像男生從來都沒有在保養 但是拍婚紗那一天 他很不幸的需要上底妝 這種時候底妝上不上去的時候 在底妝裡面加一點點這種高濃度的保濕安平 會有助於你的底妝填平你的毛孔 增加持妝度 是真的 太歲不是第一間我用的保濕安平產品了 不過它真的是我用過所有安平裡面 價格最便宜的 他們這樣真的有賺錢嗎 你們應該知道 我之前有推薦過他們的日霜 我非常喜歡 然後現在他們的安平呢 又做特價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是佛心來的 他們就是想要讓台灣衝刺的一堆美少女 把乾爹的屁股捧完之後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 安平的三種用法 就是平常我如果使用安平我會怎麼使用 第一步驟就是化妝水 在你洗完臉之後你一定會擦上化妝水 化妝水我強烈建議一定要用化妝棉擦全臉 不要用倒的拍在手掌心上 因為這樣有很多的化妝水都會流失掉 並沒有真正的吸收到你的皮膚裡面 接著呢 你可以用安平取代你的精華液 因為安平其實就是高濃度的精華液了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夠的話 在它的後面再加一點點精華液就可以了 有的時候疊太多的高濃度精華液會導致皮膚起屑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按摩 讓精華液完全吸收進去 但也不用擔心因為派翠他們家的安平 是我用過 所有安平裡面最水潤最好吸收的 不到一分鐘全臉就全吸收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真的是有吃進去 擦完之後皮膚摸起來會有一點點黏黏的 但是烹潤感也蠻豐富的 我本來做完皮秒雷射之後 我的人中跟我的嘴唇都大脫皮 而且那個脫皮的程度是 我以為是結痂 結果一撕掉了一塊皮 我人中現在有一個小小的疤痕 超可怕 趕快拿安平出來用急救 真的是立刻見效 馬上就不脫皮了 最後擦了精華液之後 你一定要再擦上乳霜或是日霜 把你的精華封鎖在你的臉裡面 這樣才有用 有些人的保養步驟到精華液就停了 那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因為它很快就流失掉了 不要小看大氣壓力跟空氣 它們是很可怕的東西 最後如果是白天 尤其是你剛做完雷射呢 你一定要擦防曬 那防曬品我就不特別推薦了 因為這一支實在是太紅了 很多人都知道 我的是SPF50加 然後PA四個加的 最後如果你要上底妝 我知道剛做完雷射 這個真的是臉只有四個字可以寫 叫極度乾燥 可以在粉底液裡面 加一點點的安平進去 這時候你的粉底液就會 大幅upgrade它的保濕度 我不蓋你們 我已經是用雅詩蘭帶著水粉底了 已經到這種程度了還脫妝 所以我只好再加安平進去 現在不脫妝 這個是帶妝四五個小時吧 有效 白天的保養步驟結束之後 大概會讓你的安平還剩下一半 但它的建議說明是 一天要用掉一整瓶 所以剩下的這一半的安平呢 我會把它加到我的面膜裡面去 只要剛打完雷射 我一定是密集的敷七天的面膜 盡快補水 並且穩定雷射之後的傷口 加入安平的面膜呢 不但能提升它的保濕程度 而且還能有效改善 我真的自己覺得有效改善 那個脫皮的感覺 反正就是強化 強化 再強化 最後 因為它是高濃度的保濕品 所以有可能有些人 會對它裡面的成分產生過敏 不只是派翠 所有的安平都一樣 應該說所有的保養品都一樣 你要你知道自己的皮膚會不會過敏 尤其是在這麼脆弱的狀態下 會不會過敏 你一定要先試用 大部分的安平都是這樣子 賣一整組 一次買就是要買七天的療程 但我覺得派翠真的很佛心 因為他們有出一天份 先試用看看你自己會不會過敏 真的不會過敏 再買七天份 然後他們現在又還有特價喔 已經賣這麼便宜的還特價 額外再講一下 他們最近的日霜呢 也在買一送一 就是各種促銷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要趁現在 屯我喜歡用的保養品 如果上次用過你們也覺得很棒的話 就是現在啦 還等什麼 我自己覺得保養是一個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不分年紀 都應該做的事情 不管你會不會化妝 你都要學會保養 因為保養只要做得好 從內而外的補水 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妝容 除非你跟我一樣 是內分泌思想 產生一大堆的痘痘 然後萬年治不好 這些該死的痘疤 那我們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健康肌 只要你做好保濕這件事情 你已經贏了百分之八十了 剩下什麼美白啊 抗老啊 暗沉啊 皺紋那些什麼有了沒有的東西 在你把保濕做好之後 自然而然消退很多 相信我 保濕保濕保濕 就是保養的第一步最根本的事情 好啦說得口莫橫飛我口也渴了 差不多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道路啦 我把更多詳細資訊呢 都放在影片下方關於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資訊的話 就到下面去找找看吧 我是內可悟喵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比起化妝其實我更愛保養 所以之後有可能會看到我出很多這種 醫美啊 保養啊 類似相關的影片 畢竟 哇 你們都知道 我越來越美了嘛 自己講 好的 那我們就下一支 開箱敗家時間再見囉 大家 掰掰